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五百三十七集 叶帆站起身来的刹那 见到一片雪白晶莹 几位圣女就在眼前 她想回避都不能 李黑水近乎嫉妒 扯了她一把 低声诅咒 小心 别受血沸腾 叶帆心中念完道号 又念佛号 连成罪过 晚出圣地 大眼圣地的几位圣女 站得太近了 她没有办法避开 完妙衣轻笑 古风小弟 显时怎么还会脸红啊 她被称为 最美的几个女子之一 甚至有人说 她是东荒第一家里 一贫一笑都无比的动人 姿色无双 她看起来 限自出尘 不容亵渎 但是对于叶帆来说 却是另一番清静 她大感吃不消 安妙衣具有魔鬼身材 胶体动人 浑远 纤细饱满 精英如鱼 动体 豁人心惊 叶帆 甘咳 立生 雪石 很消耗 心神 兄弟 你没事吧 腰月空 关切地问 李黑水 在旁撇嘴 保洁 她不但 不会有事 还会 精力澎湃 绝对已经血气生有 充满了力量 古风小弟 还真是有意思 我觉得 你不是一个害羞的人 为何现在 这般剧情 尊贵的妙衣仙子 实在是你魅力无边 胶骨相体 眼子精实 古风她销售不起 在场的几位圣女 都不解 甚至有些莫名其妙 觉得她的话语 怪怪的 似乎有所指 叶帆掩饰 我没事 风子还耗费了一些心力 休息一下就好 几位圣女 皆浅一笑 那是风情万种 连旁边的人 都觉得惊艳 心生恍惚 就更不要说 叶帆这个透视眼了 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是千娇百美 艳骨柔体 但这不是享受 而是一种折磨 她赶紧转身 面对仙坟 重新打量 不然的话 她真怕自己长真眼 遭天打雷劈 要知道 那是几位圣女 东荒不朽传承的 继承人 是这片浩瀚无垠的大地 未来的女主人 今日 她窥破了天机 日后 若是天机泄露 被人得惜 她有神眼 肯定是一场大因果 几位圣女 多半会 满天下的追杀她 叶帆又胡乱念了几句 佛号语 道号彻底静下心来 兔兔哥 老道哥 仙焚如鸢虽然不大 但却深不可测 她眉头深锁 观察良久 才站起身来 古小哥 怎么样啊 玄此时吗 一群老人都很关注 其中一人说道 说不定啊 真的有仙真内运其中 叶帆摇头 这块石头 如果真是上天封印的仙粉 妖光还会等人来切吗 她心中难以断定 不多时呢 她来到一个拳池旁 盯住一块人头大的石头 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她心中却是一动 以原天神诀透视 神缘 这块其实不大 但群内运有一块 比拳头还大的神缘 这让她颇为吃惊 她神眼如点 紫芒入食三分 清晰地捕捉到一轮小太阳 被封在当中 不可能是南宫骑坐的假神缘 这块神缘价值足有七万金纯净缘 呈金黄色 如一道永恒的神光定在石内 叶帆将人头大的石头 在手中掂量了几下 打算额外买下来 不要记在要选的三块石内 忽然她神色骤变 猛地将石头抛向空中 躲进一群糟老头子间 红的一人 仿佛有一颗大星 从宇宙中坠落下来 毁灭在半空中 刺目的金色力量 如无尽岩浆在喷涌 所有人都吃惊 神缘的气息 所有人都吃惊 同时感觉一阵恐惧 这么多的神力突然爆发 足以将老辈人物炸碎 刚才叶帆如果慢一步 绝对已经成为了血泥 这种力道难以估量 叶帆咬牙 老家伙也太阴狠了 不惜废掉一块神缘 在场的人都心急 元术对决真的上升到了生死 选拭的过程也在作局 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 唯有神残兴奋 飞上天空惊心扭矣 将神缘起纳入口中 不断的巴基小嘴 一副陶醉的样子 来而不往飞里也 叶帆迈步竹林中 漫不经心的动作着 将遥光石方当成了战场 以化龙树地脉树杀生树 点化骑士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又发现了八九处陷阱 动辄就要人命 轻则也要伤残 称得上一步一惊心 哄的一声 紫芒冲天 一块经营一种圆炸裂 尽管南宫其反应迅速 但半截衣袖 还是化成了肥灰 而在他的旁边 一名弟子更是惨叫 血肉模糊 腹部差点被冻穿个前后透亮 南宫其沉下连命令 你们几人 站在一边不要跟着 袁树古石家几名年轻人文言 全都后退 不再跟随 火药味是越来越浓 双方针锋相对 少一疏忽就可能送命 叶帆转变十元 终于发现一块 较为中意的石头 它行死一个石碾子 不是很大 标价八万金元 名为风洞石 这块石头都快疯化了 上面有很多小孔洞 像是被虫子 钻过的小木一样 你选它干啥呀 李黑水不解 周围老头子们也很费解 这块石头 扔在这儿 足有数百年了 向来无人问津 出乎意料 也凡坚决买下了这块风洞石 也没有多做解释 竹林的另一边传来惊呼声 南宫其也选中了第一块石头 引发轰动 南宫宗师选定了血迹台 相传 这是从太初禁区中运出来的石料 它价值三十万金纯镜元 为遥光石封最贵的针石 在各大石封中也能排进前五名 真是惊天大手笔呀 三十万金元可以堆成山了 却又来买一块石头 人们不得不震惊 石园中一片嘈杂声 叶帆皱眉 对方的果断出乎他的预料 他也关过血迹台 如同仙坟一样 难以看透 不想对方买下了 他对遥光的人吐出这四个字 我要仙坟 众人闻眼 倒吸冷气 而后又是一片惊呼声 第二高价其实被买下 今天注定要有好戏看了 哎呦 仙坟价值二十五万金纯镜元 这两拨人都疯了吧 用数十万金元买一块石头 石园内一片喧哗 人们议论纷纷 而外面更是沸腾 今日来了太多的人 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进来 只能围在竹林外远远的观看 净是豪赌 一致数十万金元 比圣主还要出手豪戳 仙坟与血迹台都被选中了 今天一定可以大开眼界 一直想知道内域有什么 几乎所有人都激动了 各大圣子都深感震撼不已 毕竟是数十万金元 让他们都倒吸冷气 那些糟老头子则最为不平静 有些人盯着仙坟与血迹台 不知道多少年了 但被元术宗师否定后 一直没有人敢出手 南宫宗师 选出了第二块其实 竹林另一边传来惊呼 南宫骑选的第二块石头 价值十八万金元 价格不是最高的 但是体积却是最大的 跟一间房屋差不多 大笨相 此时名字不雅 块头巨大 价格高昂 一直无人问津 南宫骑果断买一下 叶凡感觉到了一丝压力 对方很有魄力 选识精准 出手果断 李黑水不犯 名义上是南宫骑在选识 实际上却是元术古师家四个总师 在一起看识 这也是四斩一很不公平 嗯 我选魔胎 叶凡选定第三块石头 正是那块浑原天成 呈球形的旗石 它价值十二万金元 名为魔胎 入手温软 小友 你选好了吗 南宫骑走来 他也选出了第三块石料 选好了 既然如此 我们就开始切石吧 南宫骑很沉稳 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中 叶凡选的三块 其实为风冻石 魔胎仙坟 价值分别为八万金元 十二万金元 二十五万金元 共计四十五万金元 南宫骑选的三块骑士为 猎阳石大奔向血迹台 价值分别为八万金元 十八万金元 三十万金元 共计五十六万金元 厂内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被震住了 两人共花费超过百万金元 让人瞠目结舌 无论是老辈人物 还是诸圣子 亦或是无法进入天字号石元的其他秀士 莫不心惊肉跳 其实 快切开看看 到底有什么 到底有什么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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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